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人老师。 上节课我们一起初步地学习了《升国旗》这篇课文, 认识了国旗等几个新的生字朋友,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快看看,这些词语你都会认了吗? 试着读一读吧。 两位同学读得非常正确, 现在我们增加难度,将生字从词语中分离出来, 你还能读准确吗? 试着来挑战一下吧。 土字清晰,声音洪亮。 现在我们把这些生字送回到句子中, 你还能读准确吗?快来试试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你能试着评价一下他的朗读吗? 这位同学把字音都读正确了。 他第一季读得特别好, 我能感受到他对国旗的热爱, 我也想读一读。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两位同学读得都特别好, 通过朗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国旗的骄傲和自豪, 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 同学们,生活中你们还在哪儿见到过国旗呀? 每天来到学校, 都能看到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的样子。 每年国庆节前后, 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把国旗挂在门口, 到处都是飘扬的国旗。 体育比赛中,中国运动健儿获得金牌后, 我看到了国旗升起来了。 伴着雄壮的国歌声, 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多骄傲,多自豪呀, 带着你们自己的感受也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这位同学读得真好, 我们以国旗为荣, 以祖国为傲。 带着这样的感受, 再把这两个词读一读。 五星红旗,国旗。 同学们, 带着不同的感受去读课文, 也是理解课文的一个好方法呢。 伴着雄壮的国歌声, 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下面的这三个词, 你能读准确吗? 国歌升起美丽。 把它们送回到句子中, 你想怎么读? 我觉得国旗升起来的样子很漂亮, 我想自豪地读, 国歌声中, 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 多么美丽。 看到国旗升起来, 我就特别感动, 我想激动地读, 国歌声中, 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 多么美丽。 是啊, 每当国旗升起来的时候, 亿万人民的心就被紧紧地聚在了一起, 大家高唱着国歌, 那场面别提多震撼了, 想象着画面, 带着自己的感受, 也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国歌声中, 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 多么美丽。 同学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请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国旗是怎样升起来的? 我看到的国旗是慢慢的升起来。 诶,快从课文中找一找哪个词是慢慢的意思? 徐徐就是慢慢的缓缓的意思。 伴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升起来了。 通过朗读,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升国旗时,少先队员应该怎样做呢? 跟着小老师一起读一读最后一句话。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你从他的朗读中感受到了什么? 我听出了一种严肃和认真。 升国旗时,就应该这样。 我从立正、敬礼这两个动作中,感受到了他们对国旗的热爱。 是啊,升国旗时,我们立正。 向着国旗,我们敬礼,表示我们对国旗的尊重和热爱。 带着这种感受,自己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 同学们,通过这首小儿歌的学习,我们不但认识了国旗,也了解了国旗。 带着我们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课文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这位同学读得非常好,不但自音读正确了,而且还很注意停顿。 更难得的是,他能把自己对国旗的热爱与骄傲,也融入到了朗读中。 同学们,这首小儿歌,我们还要把它背下来呢。 学习伙伴给我们带来了三个小锦囊,我们快来听一听吧。 我们可以和身边的人合作背一背。 接下来,就请你和任老师一起合作着试试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是不是很有意思? 现在藏起来的内容换了,你还会背吗?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这首小儿歌,看着提示,是不是已经快背下来了。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第二个小锦囊里藏着什么小妙招吧。 老师,看插图也能帮助我们背试。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插图。 想象着插图里面的内容,试着背一背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第三个小锦囊也迫不及待地和大家见面了。 老师,这篇课文讲的是升国旗。 课文中这些动作我们都会做。 可以一边做动作,一边背诵。 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背诵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接下来就请你一边做动作,一边试着背一背吧。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同学们,我们一起了解了国旗,一起体会了升国旗的情景。 此时此刻,你想对国旗说些什么呢? 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国旗。 五星红旗,你真美丽。 五星红旗,我们要爱护你。 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骄傲。 同学们,五星红旗是我们祖国的象征。 我们都要爱护五星红旗,我们都要尊重五星红旗。 希望同学们都能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坐姿,我们要写字了。 这节课,我们要学写,立正两个生字。 先来听一听小老师做提示吧。 一,看结构特点,立正都是独体字,写在填字格的正中间。 独体字站中间。 二,看笔画位置,立,第一笔点在竖中线上。 正,第二笔竖压在竖中线上。 第三笔横在横中线上。 横竖中线最关键。 同学们还要仔细观察正这个字。 正有三个笔画横。 大家要记住,三个横之间的距离一定要相等。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字。 你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两个字的最后一笔横都要写得长一些, 这样就能拖住上半部分。 你真善意观察。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小老师一起输空他的笔顺吧。 三,看笔顺慢慢写。 请大家和我一起输空吧。 立,一笔点,二笔横,三笔点,四笔匹,五笔横。 正,一笔横,二笔数,三笔横,四笔数,五笔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老师是怎么写的。 大眼睛,仔细看。 立,一笔点,压竖中线。 二笔横。 三笔点,四笔匹,五笔长横。 立,正,一笔横。 二笔竖,压竖中线。 三笔短横,压横中线。 四笔竖,五笔长横。 正。 接下来,就请你拿起小铅笔,在语文书描一个,写一个吧。 注意写字姿势。 一拳,一尺,一寸。 我们来看看学习伙伴写的怎么样。 你能试着给他评价一下吗? 立字的书写是正确的,如果把第二笔横写的短一点就更好看了。 正的横比较多,这位同学书写的很好,而且之间的距离也都是一样的。 如果第四笔竖向右一点,再长一点,就更好了。 根据小老师的提示,快来修改你的书写吧。 同学们,铅笔橡皮送回家,我们端正做好。 升国旗这一课,我们学完了。 这也意味着,本学期,我们两个十字单元的内容学完了。 通过两个十字单元的学习,我们学会了很多十字方法。 任老师希望,大家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中,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去认识更多的生字朋友。 期待着你们有更多的收获。 我们再见。 再见。